中国电影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就是正在一个中国新生期 人才是关键 人才可能我们过去有很好的基础 现在就面向应用型 可能除了过去的工匠型以外 工匠型、复合型、国际化 都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请问您今年的提案是关于什么的 我们今年我准备了几个提案 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 因为去年我写的提案 中小学电影教育受到了立案 并且受到财纳 去年底中编部和教育部联名下发了 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文 要先三年之内要付提 实际上中小学影视教育是一种艺术 中和音乐教育 同时也能培养科技人才 或其他各方面中和人才所必不可少的 社会进步的需要 也是发达国家力气的共同点 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现在要向 强国建设 同时要向这个世界强国建设 我们应该做这件事 我们今年的一个提案之一 就是要高等教育 大学们怎么样 共同努力为中小学影视教育做好 这方面我们有些想法 也征求了同行的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